整袋廚餘打包拿去丟 全球每年因为丢弃食物 制造的碳足机就高达20亿公吨 其中很多是在运送的过程造成损坏 预估全球一年有高达13%的新鲜食物 在冷藏运送的过程当中被浪费 相当于可以喂饱9.5亿人口的分量 为了减少食物浪费 低温运输成为关键 不少冷练物流业者扮演重要角色 我们将用鲜鲜行进入整个小鲜汽 将会变得到最后侧人家的商品 也会移动到最后侧人的商品 移动了一半的食物 当中用鲜食物购置到最后侧兼顾 或是最后侧人家的购物 会移动到最后侧人家的工具 或是会移动到会移动 而是最后侧人的商品购物 但我们要帮助动这食物 但其實冷鏈運送成本並不低 因此要達到足夠的效益 包括AI等新科技都是最好的顧問 大數據運算也能幫助業者完整利用現有的冷藏空間 就連半導體業者也沒在冷鏈物流當中缺席 新創公司研發出來的智冷晶片 不再需要壓縮機還有冷煤就能進行冷卻 要用全新的科技溫控大搶低溫運輸的商機 尤其在生鮮食品 網購市場越來越蓬勃的時代 這樣全新的冷藏方式能更加便利的運送 還有追蹤生鮮食品 甚至強調利用晶片降低溫度 不僅能符合線上購物 快速到貨的需求 還能減少能源浪費 尤其現在更多民眾 重視無毒有機 希望購買不含防腐劑的生鮮食品 再龐大的需求量低溫物流 渴望擺脫百年以來 都一成不變的冷藏技術 利用科技完成新鮮指送的任務 TVBN新聞綜合報導